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CTITalk中天網路論壇 我是盧秀芳 那這是我們系列特別節目播出的第三集 我首先在這裡要特別謝謝所有線上的網友們 因為前兩集的節目 我們在這個線上九十分鐘的版本 這麼長 已經個別都破了十一萬 這個流量非常的漂亮 我很驚訝 因為這是一個知識打底的節目 那也謝謝大家 我們這個中天網友的水準特別高 大家對於監測難懂的東西 求之欲望非常的高 所以你的這個支持 鼓勵中天繼續做優質的好節目 那在前兩集當中 我們分別談到這個法理上 像是一中憲法 談到了九二共識 在今天 我們要在兩岸永久和平這個框架之下 來談談這幾年的兩岸交流 還有特別是經貿往來的部分 好 我首先先介紹 我們今天四位大師級的來賓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 周縣長 秀芳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登大中國研究所的榮譽教授 趙春山 趙老師好 秀芳好 各位觀眾朋友好 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吉 借大使歡迎 秀芳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台大哲學系教授 院舉正月老師 秀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看到在12月15號 最新的消息 大陸公佈了這個貿易壁壘調查 這個他比之前大家所預定的時間要提早很多 我們看到這個商務部大陸商務部的這個網站上 當然他這個標題字數不是很多 不過他下面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的長達二十四頁 裡面所有的法理一項一項的這個論述 大家我們特別是線上的同學們 我建議大家有機會的話 花點時間詳細去看一下 所以我想我先問一下這個縣長 你怎麼看待 因為訊息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是滿震撼的 特別是台灣 這是一個敏感的選舉時機 那今天我想把這個節目分成三部分 我們把政治上的紛紛擾擾放在最後一個部分 因為如果你不去了解他的本身的實質內容的話 政治紛擾大家會被帶風向會被帶走 會看不懂 所以我先請教一下縣長 在公布之後很多人都說這是地洞山搖 像介大使昨天在我節目中 他認為是地洞山搖 那有些媒體認為是一種海嘯式的一個來襲 非常的震撼 你怎麼看待 你覺得貿易壁壘調查有沒有道理 貿易壁壘調查 其實它是依據所謂的ECFA 那ECFA中文怎麼講 完整的名稱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它講的是大陸跟台灣 所以大家第一個觀念要曉得 它不是所謂的WTO 它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兩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一個中國自己內部事務的事情 那為什麼大陸會在這個時候 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大陸了解到 民進黨在選舉裡面 它會希望再去製造一次仇衝的機會 那過去呢 你說民進黨講說 我對大陸沒有什麼貿易上的歧視 其實它是有停止 禁止大陸許多產品進到台灣 這是個事實 那這個事實發生之後呢 大陸其實可以選擇 我可以不在這個時候做處分 我在事後再來談 等選舉完再說嘛 這是過去大家認為大陸的態度 大陸不希望在這個時候會造成 民進黨可以來攻擊大陸 尤其現在夏立炎又在大陸 變成國民黨是中共的投入人 然後大陸不改它過去 一直欺負台灣的這些作風 連在一起對選舉會有造成影響 那大家想法就是說 會在選後再說 但是我認為大陸這次做的決定 是釋放一個訊息 我不會再容忍你民進黨走這個路 再去搞台獨 然後再去贏得選舉 它會讓台灣的人老百姓了解到 大陸知道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有一點 就是大陸對台灣已經不會再採取 過去那種被動的方式 我覺得大陸許多的事情 現在採取的是主動 那這個主動會對台灣經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我經常在講 壓死落頭最後一根稻草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ACFA 台灣現在缺工 缺電 缺地 缺投資 然後缺貿易 台灣現在經濟發展完全就靠對大陸的出口貿易 我們出口貿易 淨貿易逆差是超過一千億美元 沒有對大陸的貿易 台灣的勞工 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生產 全部會受到最大的影響 加上我前面講的 台灣本身已經失去了這些經濟競爭的條件 那台灣現在的處境是什麼呢 民進黨講說我不需要靠大陸 我不要依賴大陸 我要自己走一條路出來 那各位知道 台灣全世界 能夠有所謂自由貿易協定 FTA協定的國家有幾個呢 只有九個 只有九個 最大的叫新加坡 其他都是小國家 那台灣的經濟貿易要出口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關稅 我們的FTA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大陸給台灣所有的產品 它的關稅是比其他WTO協議的國家 關稅是要低的 它讓你台灣的貨物可以進到大陸 比其他的國家都要更低的關稅 對 現長 我覺得你剛才現在就講到一個重點 這個貿易壁壘調查 說實話對一般民眾來講 覺得很遠 聽不太懂 大部分的民眾 稍後我們會有一些街坊 可以反映 特別是一些年輕選民的心聲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民眾的一個主觀感受 貿易壁壘調查 大陸是調查方 我們是被調查方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氣氛 就是我們為什麼無緣無故被調查 以前不調查 為什麼要現在調查 我們是不是受到了某種不公平呢 其實不是 因為台灣 台灣跟大陸當初簽ACFA的意思 就是說我可以出口我的產品到大陸 大陸也可以出口產品到台灣 當初都有寫出來幾項幾項 是民進黨自己停掉了大陸 大概是2509項的產品 可以進入台灣 你單獨禁止大陸的產品進入到台灣 這是你民進黨的政府違反了ACFA的精神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貿易壁壘 你建立起來的壁壘 所以大陸要調查 那這個過去時間可以容忍 但是我覺得現在民進黨又一天到晚 在賣大陸嘛 那一天到晚搞台獨嘛 那你在這個時候你要賺大陸人的錢 然後你要這樣去做 又希望能夠影響到選舉 所以我覺得大陸在這個時候 它是要讓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篇文章 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事實在哪裡 法理的依據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也是在這時候 讓台灣的民眾了解到 民進黨不能再騙台灣老百姓 好 我也請教一下趙老師 在這個大陸的這個報告當中 我說二十四頁非常長 裡面特別強調 其實在這個立案要調查的時候 那當時呢 台灣禁止大陸只有2455項 但是到現在為止 它還增加了 不減反增 到現在已經變成了兩千五百零九項 那其中呢 農產品大概佔了一千零七十七項 另外呢 這個工業產品 冰箱啊等等 佔了一千四百三十二項 你怎麼看待中間的這段期間 調查的這段期間當中 數量是不減反增 你把那個整個調查報告 大概一萬多次嘛 你仔細來看看的話 它基本上是在商言商 裡面沒有什麼很刺激性的 這個政治性的字眼 那好像只提到一個九二共識嘛 好像只提到其他 我們所謂什麼反台獨啊 這些都沒有提到 所以它本質上有商務部這個 它就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讓你感覺到 你不要把這些事情政治化 它唯一的讓我們感覺到 有政治敏感度 是這個公佈的時機 原來是投票前一天 現在提到一個月二十九天來公佈 這一點我們要 等會我們要仔細研究一下 台灣老百姓要注意這 那至於這個貿易幣的調查 我坦白講今天四月開始 他就把這訊息放出來了 放出來了 我記得我記得 我們現在一直講說是 台海明年是選舉 是一場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但我們忽略一點 大陸在這句話後面之外呢 還加上一個是一個 繁榮跟衰退的選擇 戰爭跟和平選擇是軍事層面的 我們大家都注意這個問題 繁榮跟衰退 那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爭 那是經濟層面 我記得當時美方 我跟美方一些 我們不是事後諸葛啦 那當時我就講 我說你們美國人非常強調 把台灣搞成一個 這個所謂次數位 搞成一個這個火藥庫 那麼要軍售台灣 然後要這個強調的軍事層面 我覺得羅森伯克 我那時候他到我辦公室 我來這個 請我這個提供他一點意見 大陸會採取什麼 我當時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們比較care 明年我們比較care是經濟 我不認為大陸一下子會動手打 但是經濟這必然的 我想在發生這個事情之前 我在報道寫了好多好多文章 但是總是不聽老人言嘛 吃虧在眼前 我們講的話沒有什麼人願意聽 在座我的老人你們也差不多了 所以這是預期的 預期的 那您剛才 薛芳你剛才講的 中間這個過程裡面 它當然慢慢累積嘛對不對 原來兩千四百多 現在變成二五零九 他慢慢給你算 我告訴你再算下去還是有 還有啊 你想想整個這個 這個經貿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只注意到 紡織啦 這個 石化啦 農產品啦 中小企業 其實他慢慢慢慢慢慢 如果要擴大來調查的話 第一個報告現在一萬多字 像目前這個樣子 如果下一份報告呢 如果你他當然慢慢慢慢 他會這個累積嘛 會累積 所以我就要問趙老師 這個問題怎麼樣 大家注意到 就是他第一份報告 一萬多字二十四頁 只告訴大家結論嘛 結論 就是有嘛 然後他所有的過程 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法條 還有所有的這個時間點 他都告訴你 對 但他沒有告訴大家 然後呢 然後沒有什麼 然後他告訴你 他就這個 妙在這個地方 我宣布這個調查報告 我沒有告訴你 我將來要採取 什麼因應措施 是的 所以 這點很重要 台辦 這件事情的主導 當然是商務部 可是台辦的那個副家 那個分頭是非常有意思 他說我們注意到 這個商務部門 這個的 但我們要研究 將來採取 什麼樣的回應 因應 好了 研究採取 什麼樣的因應 重點就在這個地方了 那就要看 坦白講了 如果你說有什麼政治意味 那就要看你這個選舉結果 你這個選舉結果 會影響到 他會採取什麼因應的措施 所以你想了 原來是準備投票前一天 投票前一天 你即使不講你的因應的措施 光講完成的調查報告 一樣這件事情 你不要 如果說我們是投票前一天 一定會有衝擊的 因為你沒有時間再來解釋了 第二天就要投票了 所以大陸 我非常注意到 他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間點 我想非常妙這個時間點 他給你醞釀一段時期 大約二十九天 台灣這個新聞 如果明天發生的話 它衝擊力很大 二十九天以後 我老實跟你講 你不曉得 在這段過程裡面 大家搞不好 老百姓慢慢慢慢就淡忘了 好你淡忘沒關係 我還有後面的 等到選完之後 我會告訴你拿幾項 所以這段期間我相信 跟這個有關的 包括我們的九大工商團體 甚至於相關這個農產品 他們心裡就搓一旦 一定是等 那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將來 會產生什麼的一個政治效應 目前看起來 那民進黨的反應當然是很大 他又可以玩這個芒果乾 可是我個人覺得這個效果 因為他沒有記出來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這個效果不像上次 對不對 你這個把那個 什麼反送中式問題 它已經呈現在那裡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比較 那你現在是個 他整個的一萬多支的報告 說明了就是都是事實 沒有個不是事實的 你本來就違反嘛 是不是 他給你舉得非常非常 非常詳細非常清楚 而且我就跟你 你想想看 我要提醒一下 大陸這個反應很有意思 我們在前一陣子 我們深精對於大陸的製協業 我們這個反傾銷這方面 我們把它取消 這是善意的 這段期間陸委會也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開放他們陸客到台灣來 所以國台辦的回應 是正面的 是正面的 可是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跟你在在商言 跟你講道理 所以我這邊裡面 沒有什麼政治性的置言 你在政治操作是你的事情 他是站在理的這一方 那你說要去告 你告就告吧 你WTO 上次我們那個包括這個聯誤什麼的 這個釋迦拉你告了沒有 都揚言要告 你去告一看了 你理站不住你告什麼 那大陸今天這次他為什麼呢 他三項這個反回應 第一項透過多邊機制 那是WTO 是 大陸他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凸顯國一國的關係 他不會這樣幹 如果這樣幹的話 他為什麼搞ECFA幹嘛 ECFA在某種程度 就是FTA 就自由貿易協定 就我跟你的關係是很特殊的 所以才用ECFA 他跟別的國家為什麼沒有ECFA呢 好 這第一點 他不會用多邊 用雙邊 OK 來啊 你不成九二共識 我怎麼跟你會有雙邊呢 好沒有了 對不對 第二第三項 那我就片面採取措施 是不是 他現在就是片面的提出 那你呢 台灣方面回應呢 你只有片面 所以我們現在說要繞過WTO 希望回到WTO 門都沒有 如果有這樣的話 那就不要ECFA嘛 一切都WTO就好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這個問題 台灣我覺得 不管我們的經濟部也好 我們相關單位也好 我們從自己的主觀意願 來解釋這個現實的問題 這是一個 本來台灣就這個樣子嘛 什麼都是政治化嘛 連這個商貿 我現在不跟你政治化了 對 我跟你再三言商 我跟你講 江南明年呢 如果一旦川普啊 他選了總統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面對的 也是個再三言商的一個總統 他不會跟你講這些政治什麼都 他就跟你再三言商 我個人看來就這個樣子 那重點就是說你台灣方面 還是老百姓怎麼想啊 他無所謂 你怎麼 他也沒有說我要影響你選舉 對 但老百姓的想法太重要了 因為台灣這個選舉政治 不管你懂或不懂 大家手上都是一票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的目的 跟做這個節目的宗旨 就是把這些事情 把它弄懂 那剛剛趙老師 很全面的跟大家談到了 他這些影響 接下來可能的做法 還有他的所有的歷程 但是我想我還是請這個介大師 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的本身 就是到底公不公平呢 貿易壁壘調查 台灣到底違反了哪些呢 大家可能沒有時間 去把那二十四頁的報告都看完 我這邊提供大家一些數據來看 我們兩岸的這個貿易額 在二零零二年的時候 是四百四十六點七億美元 但是到了二零二二年的時候 增長到了三千一百九十六點八億美元 這個增長比例是多少呢 百分之六百一十六 增長了六倍喔 那但是大陸對於我們台灣的逆差呢 二零二二年是三百一十四點九億美元 到了二零二二變成一千五百六十五億美元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九十七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個數字喔 我們台灣二零二二年的民意GDP的總額 是七千五百六十九億美元 那GDP的增數呢是百分之二點四五喔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如果說扣掉剛剛我講兩岸貿易的部分 就是負增長了 就是負增長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二點四五好像還算是達標了 但是大家忘了喔 如果說真的是要跟大陸脫鉤的話 我們現在政治上已經脫鉤了 經貿上再脫鉤的話 台灣就是負成長 所以切大使以前不但在衛生部服務 也在經濟部服務過 在這個部分切大使是內行 所以切大使你怎麼看待 他這二十四項條文裡面 台灣造成了什麼樣的不公平 其實就是說 我們雙方都是WTO會員 那有一個基本義務 你就是你不能拒絕跟對方貿易 對 你如果拒絕的話 你要有理由 比如說我這個東西不買 大陸說我不買你的石斑魚 那你的理由是什麼 大陸說因為你的農藥殘餘 藥品殘餘過高 不安全 這是防疫檢疫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你如果說是你認為他有請銷的話 也就是補貼的話 他在國內補貼 然後賣的比你國內市場還便宜的話 那你要打這個反請銷的官司 可是反請銷你也只能用反請銷稅 來進行報復 你不能禁止他這個項目進來 所以就是說在WTO體制下 你不能夠禁止另外一個WTO會員國的貨品 進入你的市場 可是我們這邊就明明白白進了他2509項 那沒有理由 所以這個就是說大陸過去是不談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趙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基本上他不想在這個WTO體制裡面 跟台灣進行爭端解決 對 這又是目前的癥結所在 其實兩岸在大2001、2002左右 先後加入WTO 其實就是說當時為什麼不調查 為什麼現在調查 這個就變成就是說當時是兩岸關係好 他希望這個不要為這件事傷了兩岸和氣 而且兩岸他可能是希望就經濟上大家就互利互補 所以當時就是一個極大的善意 極大的善意就變成為將來的和平統一 奠立一個經濟的基礎 兩邊這個民間的往來 我想他是這個考量 可是問題就是民進黨上台以後 他基本上第一個撕毀九二共識 然後去中國化 然後現在在國際的政治上 他是完全跟美國 站在美國一邊跟中國大陸對著幹 而且兩岸關係現在也有漸行漸遠 所以就變成大陸當然是政策的一個轉變了 所以他整個做法基本上 他是絕對站在法跟理 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台灣是沒有沒有從國際貿易法的角度上 我們這個做是沒有任何被接受的理由 完全就是違反國際貿易法的基本原則 你不能隨便進 而且你進的大陸講了說 你進了大概所有人類所有的產品 就是說你海邊有稅折 大概百分之二十都進 是的 然後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的話 大陸的汽車是不能進來的 對你經常買比亞迪說進口車不能進來 你說喝一下大陸的白酒不准進口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就說這是屬於2509項的 我不准它進口 那我也沒給理由 是的 就是這樣進 那所以大陸現在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它是為 就是1月13號那個選舉可能產生 這個民進黨人當權的一個 怎麼講呢 是一個前置措施 因為它也提了 他們國台貿易也提了 甚至商務部也提了 它說簽ECFA的時候 事實上裡面有條文說 雙方要力圖持續努力 來去除貿易障礙 然後促進雙方的貿易正常 那意思就是已經就是講 這當時的2500多 白紙黑字 它譬如說你ECFA就是要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 你這貿易壁壘 那我回來我就覺得ECFA 你沒有遵照ECFA的 這個當時裡面的重要的條文 規定跟它的精神 你要去除貿易障礙 所以現在我認為它目前這個 通過了這個就是說 它在法理上它先站住腳 為將來廢除ECFA 做一個前置作業 我廢除總共有個理由 那廢除了理由就是說 你這個貿易障礙 而且你沒有照ECFA裡面規定的 我們簽了這個貿易 這個ECFA以後 我們要逐步的來消除這個貿易障礙 我們沒有做 所以它就變成就是說 它現在先這樣子 我認為它可能1月14號 如果說是賴清的當選的話 基本上它會宣布說 它會就發一個通知 給我們的這個可能經濟部 它可能商務部給經濟部 它說我決定 從你這一封信開始 就通知你 我要中止ECFA 中止ECFA是什麼呢 就它那個539項的早收清單的 給台灣的優惠 不是優惠關稅 這539項產品 已經是零關稅 不要關稅了 那這個539項這個東西 它裡面 因為539每個原來關稅都不一樣 最高的曾經是35% 所以這35% 現在對台灣的產品 也是零關稅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它很可能 它就會立刻通知台灣說 我現在要中止 因為照這個ECFA的第26條 16條裡面規定 一方要中止ECFA 只要寄封信通知對方 在6個月後 如果雙方沒有達成另外協議的話 就自動中止 所以本來就是可以拼命中止的 這個寫在條文裡面 我們也可以通知大陸中止 本來所以在那時候 就是說 他們就說 蔡英文說 這個糖衣毒藥 那你就通知大陸 大家都在呼籲蔡英文 趕快拼命中止 就不做 那這個ECFA 如果中止的話 就對台灣造成多大的衝擊 其實一般了解 老百姓不太清楚 是的 那可是廠商會很怕 這個中間受惠最大的是 石化產業 石化產業影響最大 那我看了就是說 民進黨的官方 過去三個月 一直在發表一些文章 叫他們的貿易專家 ECFA廢除影響不大 他最保守 最保守 他把他所有的這個衝擊 他降下來的話 大概是六千億台幣 六千億台幣的衝擊 所以民進黨政府知道 這個ECFA沒有 大概他自己 因為他絕對是怎麼樣 避重就輕 把他算得最低 對台灣的貿易損失是六千億 可是這個可能是太樂觀的估計 這個只有廠商自己知道 廠商比如石化業 然後機械業 我們的機械產品 如果沒有享受這個 零關稅進大陸市場化 我們是沒有辦法跟日本韓國的產品 在中國大陸競爭的 那個市占率就在那個地方 有的公司是三成到四成的產品 是在大陸銷售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給台灣相關 現在做大陸市場 靠ECFA這個優惠關稅 零關稅的這個 這個待遇在大陸上 市場上佔得一席之地 那這些就是這些廠商會恐慌 那傳產有 我們這些都是傳統產業 因為民進黨的政府一直說 沒有關係 我們賣大陸都是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本來就是零關稅 沒有錯 這個是這個電子產品 大陸很多是集中採購 它的那個在台採購 不是你這個各個小貿易商在裡面 它是大陸有個集中採購單位 它幾個大公司在台灣的採購 最高的時候一年是一千億台幣 所以這個採購 它也可以到韓國去採購 也可以在大陸自己採購 所以這些東西影響是非常深遠 所以我就講是地動山搖 而且傳產有一個問題 就變成傳產在台灣 雇用的勞工人數 遠高於電子業 對台灣有一千多萬勞動人力 電子業才雇了50萬 那其他都是傳產業 當然有服務業 那可是所以這個東西 對台灣的影響非常大 我認為他就是說 他很可能如果選舉的結果 是1月14號是賴清德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15號他就會宣布說 我要停止AGFA 然後這個就等於一根民進黨 一個新的政府就已經開始 把這個關係就已經講清楚了 然後這個6個月 然後520之後 我覺得那個政府已經在台灣的 面臨的經濟考驗已經是焦頭爛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事實上 我們跟全世界 以2022年的這個統計數字 我們跟全世界貿易 就是說把大陸除外 我們跟全世界其他所有的貿易夥伴的貿易 我們是倒賠1045億美元 所以我們是 讓人家賺走我們1045億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GDP 才不過才7569億 也就是你7500億 你跟人家貿易 你就一年你就賠掉1045億 那為什麼我們最後我們的貿易 最後是順差 我們還倒賺519億呢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中國大陸 2022年1年 我們跟中國大陸貿易 我們就賺了1565億 就快補過來的 如果沒有大陸這個貿易的1665億 我們是賠掉1045億 所以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是的 這個就是說你民進黨在在那邊 所謂的故作無視狀 可是我們產業界不會的 所以大陸這個做法 基本上就是為了廢除EGFA的一個前置作業 因為他EGFA他一定要有一個理由 他不會說兩岸關係不好 而且說因為你貿易造成壁壘 你用不公平的貿易對待大陸 而且我們簽EGFA的時候 你已經承諾要逐步改善 那你反而沒有改善 所以呢就造成讓停止EGFA這個協議的 因為EGFA誰都管不到 因為是雙邊的 從大陸角度來看 我們這就是兩岸之間的一個協議而已 對它雖然符合國際貿易法的規定 可是就是我們雙邊的 大陸可以隨便停的 你停一個雙邊貿易協定 WTO沒意見 國際貿易法跟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就變成這個是大陸有絕對的 所謂的自由材料空間 那他當然對這個事情 他對台灣要有個交代 台灣很多廠商說你為什麼這樣做 那他說問題就你建了我兩千五百零九項 你這個你們政府沒有改進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整個配套措施 我覺得下一步就是廢 如果賴清德不信他們上 那就是廢掉 廢掉EGFA 然後讓台灣跟大陸的貿易 就順著民進黨的意 跟大陸的依存度 把它越降越低 最好民進黨說那不要做生意 不要做生意你就少賺那一千五百 五百五十億的美金就是如此 民進黨求人得人 可是問題就變成說 台獨的住在國外 他們看得很高興 台灣跟大陸終於 可是台灣老百姓怎麼辦 我們怎麼辦 我們還有工作嗎 我們台灣的GDP有過七千五百六十九億 你少賺一千五百多億 這個GDP 這個經濟怎麼運轉 成長的就是負的了 就是負的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說的地洞三搖 所以我覺得嚴重的不得了 可是你看民進黨 嘴硬啊 對我們稍後會來談一下 這個民進黨這兩天的宣傳 包括大家看到這個行政院的 這個經貿談判辦公室 發布的那個新聞稿 我看了真的是驚呆了 我繼續請教一下這個院老師 商務部是在十二月十五號公布 我看到了一個歷史的時間節點 我覺得其實還滿感慨的 十二月十五號是什麼日子呢 它其實是兩岸雙向三通的十五周年 所以有人認為說故意選擇在這個日子 但不管如何啦 就在這個時間點上 兩岸三項雙通是什麼概念呢 人通貨通資金也流通嘛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兩岸沒有大肆去回顧 這段期間的和平紅利啊等等 反而是迎來這樣子一個地洞 山搖的一個訊息 所以兩岸可以永久和平 是有那個契機的 我們也可以辦得到 但是今天很不幸的就是反向而行 所以岳老師你怎麼看喔 這個不但是商務部講話 國臺辦也很快接求了 那商務部呢 就是從商務部的角度 大家那份報告仔細看 他就完全是不帶情緒的 法條 內容 品項一個一個 但是國臺辦因為是涉臺的 會有些立場 所以國臺辦的發言人怎麼說呢 就告訴大家 這是貿易壁壘調查 不符合ECFA關於推動兩岸 經濟關係正常化 然後違反ECFA有關於 剛剛紀大使講的 因為ECFA裡面白紙黑字有寫下 必須要逐步減少 或是取消雙方實質多數 貨物貿易的關稅 跟非關稅的壁壘條款 所以結論是國臺辦會支持 相關的主管部門 依循此調查結果 採取相應的措施 當然相應的措施 還沒有公佈了 剛剛這個趙老師 已經把相應措施 基本上那個順序都告訴大家了 但是大家注意到 WTO有不歧視的原則 他不歧視的原則很清楚嘛 所有的會員 我們臺灣也是會員 對於進口產品或是服務 要一視同仁 不能夠因為來源地不同 而有所差別 但重點就在於 我們臺灣禁掉的很多品項 是只針對大陸 只針對大陸 像蘋果 對不對 這個韓國沒有禁啊 我們吃到韓國蘋果 日本蘋果啊 但是就是禁大陸 而且這個時間很長 長達二十多年 還有特別是大陸不斷強調 在立案調查的過程當中 你不減反增啊 兩千四百多項變成兩千五百零九項嘛 所以你怎麼看待呢 在商務部發言之後 國台辦立刻揭話 那國台辦的揭話 你覺得象徵是什麼 這個國台辦所接的話 真的說明剛剛三位前輩裡面講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政治經濟學了 貿易就是政治經濟學 這一點的話 美國人是玩得最通透的了 因為我們長期來講 又什麼三零一啊 超級三零一啊 就講了最後這件事情 不過剛剛大家呢 強調的重點呢 為了今天這個節目做知識打底啊 我稍微發揮一下 我們哲學界分析的本領啊 我稍微解析一下 我認為呢 大家整體聽到的話呢 感覺上啊 就是不管是講的 民進黨講的話呢 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感覺呢 或者說是我們大家 聽到這個消息 感覺到地動山搖呢 我覺得呢 它裡面牽涉到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呢 是四十面 第二個層面呢 是規範面 第三個的話呢 呢是心理面 所謂四十面的話呢 因為剛剛秀方提到了呢 就是說大陸商務部呢 講的是不帶任何情緒 因為它講的完全是事實 然後這個事實當中呢 你自己呢 你不用公佈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這個ECFA呢 基本上呢 是一個想要模仿的 不公平的自由貿易 這所謂的不公平呢 就是呢 大陸呢 對我們讓利 我們對大陸的杯葛 說一大堆風涼話 什麼糖衣毒藥啊什麼的 那麼這個事實當中呢 大家心裡都知道 而且對於事實呢 大家基本上呢 也都認命了 得過且過的心理非常嚴重 就是大家覺得說 我事實上聽到呢 兩邊之間有關於順差的介紹 台灣這邊講說是1565億 大陸那邊講是1700億 我講2022年啊 大陸有它的計算方式啊 不過我覺得呢 糧合中合在一起呢 起碼起碼 大概在1600億美元之上 你要知道台灣一年能夠有 自己活用的政府的支出 大概我們這裡有這個 有這個前縣長在 他非常了解了 這個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但是這個事實面是沒辦法 第二點的話呢 規範面 什麼叫規範面呢 就是你根本不用讀書 你也知道這個 我們一般在講的話 所謂的WTO 因為我們WTO 講的不是國家了 我們是以一個關稅地區 包含香港啊 包含台灣 這邊只要是關稅 這也是為什麼說 你去大陸的時候呢 你要走這個 港外台線 裡面就涉及到海關的問題嘛 那麼這個呢 本身以這個方式來呢 WTO的精神啊 就是鼓動 鼓勵大家貿易 盡量這個互通有無啊 會強調這個精神 那剛剛那個 我們介大使也說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你不可以 再沒有任何理由下的話 來禁止 然後你現在禁止了 兩千五百零九項 這個在規範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前一陣子 其實我們心裡看了很明白 就是包含了你那個 禁這個豬肉啊 禁鳳梨啊 禁蓮霧啊 什麼的啊 剛好發言人也叫豬鳳蓮嘛 所以說呢 連在一起了 你就會發覺說 我們每次都講 要到WTO裡面去申訴 製造這種錯覺 知道這種錯覺 覺得說 我們可以跟他收入單位 你錯了 首先 WTO的話 本身第一個 我說句良心話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呢 一點便宜都賺不到 照WTO的話呢 明白了被臭罵一頓 因為你在違反了他的基本精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他裡面的話呢 對我們的 一點幫助都沒有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關稅的單位 這樣的情況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不要忽略了 大陸在WTO的地位 是沒有亮招給我們看的 大陸的外交是沒有對我們亮的 因為大陸的外交關係 是搞不到我們這來的 他基本上把我們這裡當一個行審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了解 有的時候的話呢 當我們討論到國際關係的時候 都會發覺大陸現在最可圈可點的 幾乎就是他的外交 尤其是他以外交為頭的 這種經貿關係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實際上的話呢 在各地啊 所有的那個重要礦產 這是一個規範面 我們也得不到一個好處 但是第三點 心裡面這個學問就大了 心裡面呢 就是大陸的心裡面呢 心裡面就是說 我很熱切的 希望透過讓利 讓你稍微也表現一下 就是說我們強調互相嘛 就是說我對你這麼好 熱臉總不能夠老貼冷屁股 你總是得熱情的回應 我們這裡頭的話 我覺得在台灣的心理上 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熱情的回應 真的熱情回應 那我們基本上呢 這種人呢 其實也不在少數 熱情回應 另外一種呢 是一種就是說是 反正跟我無關 我賺不到這個錢 我都根本就 就是冷到底 有一個不理 還有一種啊 是大陸真的很惱火的 就是說 表面熱情回應 心底下的話呢 居然冷收手 也有這種人 就說吃飯砸鍋的這種人 也有 所以這是第一個 台灣本身的心理狀況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心理狀況呢 對於大陸來講呢 我覺得呢 這個發布的時間 想法的動作 以及對這個事情的態度 它基本上 大陸真的是有一點感覺到 讓利讓下去 真的沒有任何直接效果 反而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因為台灣心裡講說 你就是怕我 而且我自己聽過宣傳 民進黨宣傳是說 不是我們需要大陸 是大陸需要我們的產品 台灣產品 哇哇哇哇 全世界需要台灣 全世界都需要台灣 連咖啡都需要台灣的咖啡 所以這樣的搞法的話 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有很多人 慢慢相信這些鬼話 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說 EKFA基本上是大陸獲利 那完全不知道 我們這邊的話 就我們平常介紹大陸的 新人員車啊 介紹大陸的這種各式各樣的 冰箱電器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他們的新人員車好得不得了 白菜架 非常好 一來的話 台灣汽車產業都結束了啦 傳統產業 然後第三個心理上的狀況的話呢 就是民進黨本身 在台灣長期搞這種 什麼都政治化的結果 我跟你講 那對大陸來講的話呢 他們那個做法上來講 我覺得談到EKFA問題啊 是它三大步驟中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明白的 薛芳我在你的節目裡說過 第一個停止EKFA是窮臺 每天飛機是威嚇 然後的話呢 福建那邊開放大家 早一點做準備 三個步驟 現在看起來 這個拼圖啊 快完整 不管你選舉的結果是什麼 我就是按照我的計畫來 這個其實說明了大陸長期 對台灣政策 不但是轉彎啊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趙老師也這邊特別提到了 就是說大陸目前為止的話呢 他們是在做好了 充分的準備的情況下 來發布這篇文件 但是我們必須要從事實面上 我們的的確確就是占人家便宜嘛 規範面來講 我們違背了這個自由貿易的精神嘛 而且不要講別的 就是說大陸的外交關係 加上RCEP RCEP當中的話就把台灣排出去了 那我們這裡剩下什麼 對不對 感覺上我們自己 能夠吃豬肉鳳梨蓮霧嘛 這個也是問題啊對不對 還有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說大陸在全盤的規劃下 就讓你根本就動彈不得 你知道 這個我不好意思講 問中作憋啊 但是你基本上 已經感覺上說不開 所以在心理的層面上來講 我們現在就是最重要的 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影響到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 但沒有一個人跑得掉 因為 因為我們都愛台灣愛得不得了 我們都靠台灣鬆活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 如果台灣不能活了 我們不就完蛋了嗎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 套我們大使講的話 真的是地洞山搖啊 確實有這個影響的意義 好 剛剛這個介老師講 剛剛這個月老師講 其中一句話 我覺得可以拿來做我們 這一整段的這個一個註解 那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份貿易壁壘調查 就是因為我們佔了別人便宜 這句話非常的白話 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一言以蔽之 一萬多字的報告 就在於大陸告訴我們 台灣佔了我多少便宜 從什麼時候開始佔 所以現在我不想被你佔便宜 然後他沒有告訴大家要怎麼做 那當然這個貿易壁壘調查 結果公佈之後呢 就連接到剛介大使講的 這個ECFA會被全面中斷 這個部分說實話是台灣 懂的人內心的一個恐懼 但是很多人並不了解 好像覺得那就是這個 政府部門的對接 跟一般人沒有關係 當然月亮老師說 跟一般人的關係太大 對台灣就是一個地東山搖 介大使也說 從數字來看 就是一個簡單數學問題 台灣的GDP成長 一下子從正的會變成負的 好 這個ECFA到底有沒有可能 如果在民進黨這次大選 勝選之後全面中斷 昨天在大晚報當中 我就隨機問一下郭正亮 你覺得會嗎 梁哥點頭 問介大使會嗎 介大使點頭 問立正傑將軍會嗎 大家都點頭 一致的一個看法 我稍後來請教一下這個縣長 但是在此之前 我想回到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其實做今天節目的一個原始初衷 那就是你懂ECFA嗎 你知不知道ECFA如果中斷 對於台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過去在那些和平紅利當中 我們每個人享受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待遇 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為什麼台灣的經濟 在全球的表現不好之下 台灣可以一直獨秀 我們很自豪 但是這些自豪的這些數學的東西 我們如果把大陸經貿拿掉之後 台灣真正的處境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今天辮子妹街坊 你聽過福茂嗎 福茂 沒有 沒有聽過 福茂 真的沒有 福茂是什麼 你知道什麼是福茂嗎 福茂 我知道福茂熱影 但福茂不太清楚 ECFA知道 知道 對就是一個交易的一個 算合約嗎 就有點像是國跟國之間 欸我講國跟國會不會 就是兩岸之間的一個簽訂合約 ECFA你覺得重要嗎 我覺得算是重要吧 因為我們畢竟旁邊的大國就只有中國 我們一定是要依賴它去做那個貨物的進出口 不可能完全脫離它 脫離它我們應該台灣會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你有聽過福茂嗎 有啊有啊 但是我沒有很了解 我有聽過 有聽過 就是之前那個在炒的那個太陽花那個學運的那個嘛 是嗎 好那你現在你是怎麼看福茂 你還贊成福茂嗎 兩岸之間應該要做貿易嗎 我還是不贊成欸 就是 就是還是我沒有很信任中國的 就東西或品質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東西比中國更好 然後我覺得外銷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外銷 不一定要跟中國做交易 OK 兩岸經貿這件事情好像非常簡單啊 贊成一定是贊成啊 可是怎麼執行是另外一回事 沒有人會說我們要反對跟對方做生意 但怎麼做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還是覺得程序是最重要的啊 如果要再提一次福茂 我認為還是走程序啊 所以就是讓它進程序之後 然後大家在立法院討論 我覺得是可以提出來討論的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 這件事已經 其實不只是台灣 已經清洗全世界了 什麼東西 跟中國貿易啊 你買所有的東西 大概你身邊80%以上的東西 全部都是寫Made in China 你不可避免的 你怎麼可能避開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而且這麼多人喜歡用淘寶 喜歡用蝦皮 上面東西都是從中國來的 所以其實每個人生活中 都會一直接觸到 跟中國做生意這件事情 所以你贊成兩岸之間 要做一些經貿交流 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想買東西啊 你買什麼 大陸來的東西 你都買什麼 我買什麼啊 我最近有買寵物用品耶 你在哪個平台買 蝦皮 蝦皮上的 大陸賣家 我現在比較便宜耶 因為台灣會比較貴一點點 OKOK 想案之前我們要跟他們做貿易嗎 一直都有 我們最大的出口不是 出口還是進口 一直都是他們 我覺得這個福貿 既然是大陸這麼有三億 聽說是比較多的福利 因為我實際沒有讀過這個細項 我也不知道他們關稅浪是多少 或是哪些品類 但是總而言之聽下來 應該大陸是比較對我們台灣是比較保護的 或者是浪力比較多 那我覺得身為台灣人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去享受這樣的一個協議 也能夠進而感受到對岸給我們的善意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 好你覺得如何 是不是不讓你意外啊 這個特別是年輕人 一講到ECFA他會直接跳到淘寶 對不對 直接跳到淘寶 跳到這個蝦皮 那大家的出發點就是好啊 有東西有好的競爭 低廉的價格我當然買啊 但是一方面還是對中國大陸感到恐懼啊 我們台灣會喪失自己的優勢啊 沒有錯 這就是台灣普遍的看法 所以我們在這個段落當中 我們特別再回到ECFA 特別是像這個早收清單的這些品項等等 我要讓縣長帶領大家 我們來複習一下 來回憶一下 台灣當時拿到的和平紅利 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展現 其實前一陣子大家在講的就是說 台灣人可以賺很多錢 我們賺錢做生意嘛 這第一個大家的感覺 但我記得當時民進黨做的宣傳 現在還可以做宣傳 網絡上還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有ECFA 台灣直接影響勞工的工作的 會有四百萬人 間接影響的會有兩百萬人 竟然還會有這樣的宣傳 那其實這句話應該前面加兩個字 如果停止ECFA的話 台灣起碼會有四百萬的勞工 直接受到影響 兩百萬的勞工間接受到影響 但我覺得是低估了 我們現在大家談的都是一個貿易的數字 那是一個結果 你要回頭再去看一下 它會造成的什麼樣的後果 台灣勞工沒有工作了 因為你賣不出去東西了 我覺得台灣很多的事情 都受到民進黨的宣傳 這宣傳做什麼 第一個要你做井底之蛙 以井觀天 所以如果說 假設ECFA暫停之後 台灣民眾失業 這筆帳是寄到中國大陸的身上 還是寄到民進黨的身上 民進黨當然把他們推到大陸人身上 對不對 他對我們不公平 欺負我們 這件事情要在節目中講清楚 對 我常常在講 這個民進黨是最會騙人的人 他什麼事情都看到結果 他就前面告訴你相反的 就是錯的東西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 以井觀天 這個井底之蛙 民進黨就這樣搞 所有的宣傳都這樣搞 他的網軍都這樣搞 其實我在這裡 我還是在講 他關中天為什麼 因為中天我要把真相告訴大家 那台灣的年輕人呢 其實也不是說他不肯學習 剛剛聽到那些訪問 我覺得很慚愧 很慚愧 為什麼你連一個ACFA 你連一個福茂 連一個台灣的經濟發展 這些所有的事實 你都不去了解 我講的是不去了解 那不去了解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告訴年輕人講說 大陸人壞嘛 大陸人對台灣人不好嘛 你對大陸人應該要有仇恨嘛 所以你對這樣大陸你就會 不會去願意去了解他 我要講的原因還有一個 就是美國為什麼會對大陸 開始經濟的制裁 就是因為美國人覺得大陸人 賣了太多的產品到美國 大陸人的科技慢慢可以趕上美國 美國的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威脅 所以美國人決定要制裁大陸 但你要想想看 大陸對台灣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說我希望你繁榮 我希望你過得好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但是民進黨的想法就是說 我不要 我要繼續拿你的紅利 但是我要繼續罵你 為什麼 我選舉才有選票 所以民進黨走的是一個愚民政策 一個叫騙人政策 那走到今天為止 現在要面對ACFA 我覺得大陸現在變得很主動 變得很有自信 因為大陸現在在全世界 它都已經應付全世界的所有的問題 不管你科技 國防 經濟 貿易 所有的它都已經有能力 我講的能力 一個是人才的能力 一個是製造的能力 一個是科技發展的能力 這些所有都造成它的自信 所以它面對台灣的問題 你既然要這樣 那你不要紅利 那我們就走到公平的角度來幹這個事情 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 你要繼續的罵我 然後不是一個事實 你要去中國話 那很簡單 那我們就 就是論事 我覺得大陸現在走的是這個方向 至於說選完之後 到底是什麼方向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有些做法 可能是超過我們今天在座 所有的人的評估 我為什麼要講這句話呢 就是因為 我過去這段時間 接觸到的大陸朋友 都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現在夠強了 你們現在夠弱了 我們一直在進步 你們一直在退步 所以我們過去對你的好 你不稀罕 那沒關係 我們就就事論事 所以我覺得大陸對台灣選後 如果是民進黨當選 我不會認為只禁止ACFA 軍機繞台 我覺得在其他上面 可能還會有更多 比較強的方法來 讓台灣人醒悟過來 我覺得大陸人一直覺得說 台灣人沒有醒 民進黨的騙他 騙他認為說大陸什麼都不好 甚至高鐵上的座位 沒有椅子 沒有椅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笑話 就是說 要怎麼樣讓台灣人醒過來 體認到這個事實 我覺得大陸會採取 其他不同的方法 好 我們節目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當然就是希望說 兩岸不只要和平 希望能夠永久和平 所以前兩集 我們不斷在為兩岸永久和平 找方法 那其實當初ACFA 我覺得他的出發點 也是這樣的一個 非常大的善意 在九二共識之下 所以才會有個ACFA 在經貿的部分先行 簽了這個早收的一些 貨品清單等等 這個過程 趙老師最清楚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這個年輕人 當然我們也很汗言 身為媒體 這個很多事情 我覺得可能要用一些 更精神的方式去告訴年輕人 當年ACFA 是一個什麼樣的善意 比方說剛剛介大使講 我們很多評價零關稅 但是時至今日 大家覺得零關稅 天經地義 對不對 你現在要給我加關稅 就是你的錯 那當初這個 我欺負你天經地義 對不對 那現在呢 這個你說我不能欺負你 這就是你的不對 好像就是有一點什麼 什麼善意都是天經地義 所以你怎麼看 你也認為 如果說1月13號 賴清德勝選的話 ACFA真的會全面禁掉嗎 你覺得那時候善意全部收回 到現在台灣還有沒有一個 能夠獲得兩岸永久和平的一個機會呢 和平呢 有時候是 不是很廉價的 它要付出代價 是的 全世界的和平不是說你想要就要的 那薛芳你剛剛提到一個 剛剛做一個總結 前面嘛 你說我們是得了便宜 我覺得還要加加值 我們得了便宜還賣乖 還需要三個字 還賣乖 還罵人 還賣乖 得了便宜還賣乖 問題在這裡 我覺得現在你要教育 你像比如說服帽貨貨 以前我們上課 那個時候服帽是正好還需要教書 我學生也有去參加的 我問你們為什麼去參加服帽 他說我男朋友叫你去 那為什麼叫你去 我們那邊行有現磨的咖啡免費 那我說你反對的服帽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啊 我說我覺得很慚愧 他說你上我的課 我沒有跟你講服帽 他沒有 我在玩手機我沒在聽 所以現在你要教育 我覺得這已經太難了 我們現在要預防一件什麼事情 知道 就是說 最簡單的 民進黨現在用什麼 尤其現在選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跑出來 他變成我們選舉的一個議題了 那你國民黨你要怎麼樣來 因為民進黨他要打這個 第一 這是個政 他是個打壓 中共在打壓我們 他們不會想到說 哎呀貿易什麼不公平啊什麼 這個很複雜你知道嗎 WTOF 有多少人知道AC法 坦白講年輕人 所以你現在講這個沒用 就是大陸打壓我 這第一個 好大陸打壓我 然後第二個呢 就介入選舉嘛 他就是兩大主題現在 那你國民黨現在變成什麼 你必須要了解 所以國民黨有時候 他變成理直他氣不壯 他就怕 他怕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 這個這件事 一涉及到這個戒選的問題 他就害怕 你不能說 因為他說大陸是壞人 我們現在就很 你不能說大陸是好人啊 是不是 大陸欺負我們 大家已經在年輕人裡面 已經得到一個印象 他大我們小嘛 你不能說他沒有欺負 而且我們還有理 這個東西你要跟年輕人 要講清楚 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現在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 你說這件事情 對企業 對商人 對這些大商人 有什麼影響 I don't care 他們已經賺夠錢賺夠多了 我care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你要 這個時候要告訴 這件事情對年輕人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現在爭取的是年輕人 要對中間選民有什麼影響 這我比較care 我根本不在乎你什麼 對什麼大的這些企業家 工商聯盟 你們喜歡講 我不在乎 我覺得我們要講清楚 說明白 這件事情 你對年輕人有什麼影響 我舉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 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轉轉這樣下來 對你將來的工作有影響 還有你比如說我們現在政府 現在不斷地喊給支票 為了選舉 這個不會了 將來你沒有那麼多錢 錢從哪裡來 它會產生排擠這個效用 對你每年有這麼多的這個順差 將來如果沒有的話 你用什麼錢來補這個 補那個又來什麼客戶 又來這個 都是要錢 這用很簡單的道理來講 這個年輕人他會 對你的就業有影響 將來對你的收入有影響 將來可能我們的物價會上漲 你買的東西便當可能會更貴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一直要這個層面 要一直要沉澱到這個部分 老百姓才有感 是不是 好 那很多人問 那過去為什麼要讓你占那麼大便宜 那麼現在為什麼不讓你占便宜 那解釋清楚 過去讓你占便宜 我們講老實的話 就是想要收買你嘛 收買什麼東西 收買人心嘛 我希望將來我們兩個好 你對我有很多這個誤解 比如我們簡單講 統一好了 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沒有心靈契合 是不會統一 這習近平講的嘛 所以我現在就是什麼 我送你一些花嘛 送你一些糖果嘛 讓你對我好一點嘛 這樣你才會嫁給我嘛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那你不賣帳嘛 是吧 你覺得這個花 糖果有毒嘛 是不是 沒有花跟糖 我們也收下了 也收下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要 要老老實實講 天底下沒有這麼好人的了 你老實講 哎呀這個 為什麼給讓那麼多的讓利 就講明了 經濟啊 本來就是任何國家 對外政策一個工具 對 它可以作為revert 獎賞你的工具 也可以做你punish 可以做你處罰你的工具 這全世界都有了 難道美國沒有對我們 美國當年的鋼鐵 川普時代那個鋼鐵 那個關稅 是不是 對日本對韓國 對我們一樣 再上也上 然後日本韓國現在跟美國談判了 是不是 美國會開始採集補貼 對我們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 所以 這個事情啊 就 我覺得非常簡單的一個道理 好你剛才講這個 會怎麼樣 明年這個選舉啊 我已經把明年選舉的scenario 我已經把它列出來了 經濟只是其中一項 剛才縣長講的很對 它不是只有經濟 不是只有文工而已 還有武鶴 它會加強你這個 對的軍事這個規則 一定會的 但至於你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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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馬上取消 我有一點看法跟 正量 跟這個 這個 都有一點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認為大陸 不會讓你一次死的痛快 就把它取消 我認為它會慢慢凌遲 讓你有感覺 一次死沒了 它不會了 所以馬上把它取消 因為我在大陸開過幾次研討會 大陸的經濟學者提出一個說法 我參考用 明年如果賴欣德 他也許他在早收清單這個部分 早收貨的部分 早收清單這個部分 選擇幾項 這是第一個步驟 選擇幾項 讓你有感有痛的 那幾項 先選擇早收清單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就把早收清單 大概五百項 五百項左右 這整個先取消 第三部分 再把 EGFA 這個條約 就把它中止 所以它可能會步驟 如果一下子把 這個EGFA 整個中斷了 那麼一次好死 是不是 我不認為它會那麼簡單 它會 因為你這個條約是兩邊 兩邊定立的 是不是 而且當時定立的馬志姆時代 它不是說 國民黨跟共產黨定的 它是兩岸定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對他們講 是我參加他們 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有一些大陸經濟學者 他們提出這個意見 他會說 一步一步來 包括有人問孫亞夫 問孫亞夫 說這個 聽說你們要不要終止 這個EGFA 孫亞夫他馬上回應 你可以找資料就可以看到 他說誰說的 他說誰說的 是你們說的 我們沒有說是要終止 所以我認為他會 會一步一步 找出清單 慢慢慢慢來 慢慢慢慢來 這個玩意更糟糕 一次死得痛快 他凌遲致死 這個玩意就很麻煩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會這個 我們現在這麼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 我剛剛提到一點 現在在選舉 我比較在乎這個 對於選舉的這個影響 那民進黨方面 也是在乎這個 所以他們現在 朝野各方面 這個 全力來打這一點 就欺負我們 介入選舉 這兩個方向 我們要讓 讓老百姓知道 這個 破他這兩招 而不但破 而且立 相反的 如果 將來 譬如說國民黨 遵循以後 現在講得很清楚了 那個 李永傑前幾天一篇文章 在我們群組 這個一個群組 他這樣很清楚 明年如果是國民黨 侯友宜當選的話 非常簡單 他說馬上 就恢復 啟動 這個侯友宜自己也講 啟動 恢復這個談判 過去馬上的時代 這第一步 第二步 觀光 課 學生 等等 次第都恢復 檢討一下 這個 我們二三項協議 很多 慢慢一步來 兩會 海姬海邪 不會像 前幾天發言人講的 有毒不回 沒有這回事 大家恢復 然後呢 甚至於他講到 未來兩岸領導人 會面 都有可能 比如說像猴 會面都有可能 他講得很清楚 這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讓我們台灣的 這個台灣老百姓知道 就是 猴如果當選 會有這些 那如果是賴 我們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大家都講了很多 就是這些 就是文工服務 一定加強 這必然的 為什麼 因為你兩邊沒有談 那沒有談 會有個情況 你完全靠美國 你這個時候 就要完全靠美國了 然後我現在問你 美國他能夠 在經濟方面 能夠提供什麼補貼給你 現在美國跟西方 不要跟中國大陸脫鉤 我們是全面脫鉤 我們跟美國 IPF 那個東西 跟關稅是 無關的 最重要是關稅 是不是 IPF無關 美國人 他在商延商 他能夠給你什麼東西呢 你要讓我們老百姓 要用簡單的文字 用柯式 有柯P那種那種奇奇怪怪的文字 年輕人喜歡聽奇怪的文字 趙老師 你講的民進黨都聽進去 所以你看 這個現在民進黨政府 我問一下介大使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在昨天第一時間 發布了一個新聞稿 我們剛剛講到大陸商務部 你看到那一萬多字當中 沒有情緒 沒有 法條 時間 什麼品項寫出來 對 我們的新聞稿 第一舉 我方絕不接受中方貿易 被調查結果 呼籲中方立刻停止政治操弄 然後你們怎麼看呢 對於中方不實指控等等等 中方刻意於以扭曲混淆視聽 完全是不誠實的操弄數字 好 大家看到這裡面 就真的是情緒性的字眼 不誠實 混淆視聽 扭曲 操弄 還有這個不接受 你看到就是極其強硬 所以大家知道民進黨很會選舉 是不是民進黨撿到槍 但是有一個部分 我覺得真是混淆視聽 我要問一下這個介大使 他說我們兩岸確實在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分別加入WTO 但是雙方沒有就彼此貿易體制 跟措施進行協商 那雖然中國的工農產品 對臺灣有重大影響 但我方展現了善意 從來沒有使用過排除條款 也保留了諮商空間 而且我方還持續自主開放 目前開放的數量達到了一萬項 他也把一些過程寫出來 他寫了這部分 所以如果說像年輕人 因為他這個新聞稿比較短 大陸新聞稿太長 我建議大陸新聞稿以後 不要寫那麼長 因為年輕人把它讀完的機會很低 但是這篇新聞稿我想大家看了 因為他在解釋細節的部分 大概就這三四行 然後你還看得懂 你看到的話 你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說 有啊 所以說我們沒有開放 我們有開放啊 平臺也都在啊 那所以呢我們看到今天民進黨也好啊 這個我們的政府單位也好 全部都是講一個 就回到WTO的平臺上去討論嘛 告訴你啊 在WTO的機制之下 有這個平臺在 我們為什麼不做呢 我們有開放 誰說我們沒有開放呢 所以大陸不誠實 大陸政治操弄 這是它最後導致的一個結果 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說 行政院這個 他們這個講法啦 這最後用WTO來 WTO它會做決斷 可是它時間比較長 大陸是走WTO程序啊 第一個你先做調查 調查以後呢 第二步就是雙邊諮商 就是大陸跟我們來諮商這個問題 諮商不成的話 事實上就要進入爭端解決機制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案子 我們絕對輸 不可能贏的 絕對輸 絕對輸 你沒有理由 你對它是歧視 你進2500項的話 你有種就進 你全世界都進 你專門針對中國大陸 你針對的話 這就是歧視 很多評價我們是只進中國大陸 對 可是現在政安解決機制 你要打兩年 那最後的結果 政安解決機制 它就說你要改正措施 你不改正措施的話 大陸也可以相對報復 它授權你等比報復 你也可以進台灣2500項 這就是最後的結果就這樣 可是它曠日廢死 所以它一開始就把這件事 跟ACFA連結 所以它就說 在簽ACFA的時候 雙方那邊有條文 要逐步的降低 雙方的貿易壁壘 就是指這一點 所以它要台灣痛的話 第一個立刻就是把 雙邊的這個ACFA 把它它可以很快 他就把它廢止了 當然那個趙老師講的很有道理 他就是說他們的文字 我看商務部文字 他們會要檢討ACFA 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內容 那也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說 他要拿掉這個 早收清單 新的零關稅 因為當時簽了以後 是三年之內 所有這些539項的產品 是降成零關稅 那說這個零關稅的話 就是說這些東西 我們台灣有單位 是做過統計 大概就是說 我們跟大陸整體貿易裡面 大概16%到20之間的 跟大陸貿易是應用 這個所謂早收清單的項目 用零關稅進大陸市場 總額大概在 我剛剛講就是6000億台幣 大概在200萬 200億美金左右 那這裡面影響最大的可能 就是這裡面 我們現在用零關稅 進大陸的機械產品 因為機械產品 它跟我們零關稅 有107項 這裡面大概2019年的統計 大概用零關稅進去 機械產品的總值 大概在68億 69億美元 69億大概就是說 2000億台幣 也就是這2000億的台幣的 台灣機械產品 將來就進不去大陸 那2000億台幣 這些產品不會用 因為它就不從大陸出貨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大的廠 它在大陸也有廠 在台灣也有廠 因為是零關稅 所以它可能在台灣生產 就進入大陸市場 那現在沒有這個零關稅的話 進不去了 因為它價格 你不知道它恢復到15%的話 它成本增加15% 它從大陸直接進廠 或者說到其他跟大陸 有零關稅待遇的 就是有這個自由貿易 零關稅的地方去生產 比如說東協國家 或者甚至韓國 它就去設廠 所以呢 那勢必台灣的廠就要關廠 那這些廠要關多少 你比如說我們這樣 兩千億台幣的這個產值的 後面大概在機械業的話 你想想看它要關多少廠 要裁掉多少工作的機會 那我們比如說 好了不多啊 兩萬個工作機會 那你這個優惠關稅 零關稅就在台灣 創造兩萬個工作機會 這個沒有的話兩萬人失業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些廠商會不會有影響呢 事實上今年 今年三個月前 中國大陸對我們的石化產品 做了一個所謂反傾銷調查 最後這課增了反傾銷稅16.5% 結果呢 這個產品就進不了大陸 因為這些原來是零關稅 一下增了16.5% 結果那時候問了齊美 因為齊美是這個 被制裁的那個廠商之一 這課增關稅 齊美說 對本公司沒影響 為什麼 他說我們大陸有廠 以後這一類產品 我們從大陸廠出貨 那請問一下 如果說是 好了兩億美元的 兩億美元也是 60億台幣的廠 不在台灣出貨的話 那你這個廠是不是要關 你是不是要裁員 所以影響不是公司 而是影響這個 當然我們這裡面還有一項 就是說其他類 大概這個其他類 有140項也是零關稅 這個其他類 裡面一共有11點 我是用2019的數字 大概12億美元 12億美元的話 大概是 3000億台幣吧 10億吧 10億美元的話 就3000億 3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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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億台幣的話 那這些其他項 都是中小企業 比如說輪胎 腳踏車 這些其他之類的話 那你這些公司 他那個300億的市場沒有了 那他可能他又要移到別的地方了 那這300億在台灣這個生產的工廠 跟他的相對的投資 他就要收了 那又是數萬人的失業 數萬人不是個人 是數萬個家庭 數萬個家庭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最大問題就是說 台灣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最嚴重的地方 廠商 因為台灣的廠商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避險機制 都做得很好 我看有的廠 尤其機械廠 他大陸的 他大陸的市場 用這個 這個零關稅進去的 因為ECFA給他零關稅 零關稅進去 有時候佔他公司的產值是 最高到六成 六成 三成的公司大大 所以台灣的機械業 是很依靠大陸這個市場 靠這個零關稅進大陸市場 那這些機械業 在台灣的廠的話 一關的話 那這大批事業 因為相對來講 傳統產業 它的僱用的人數 是遠比電子業要高的 我剛剛說的 就台灣一千多萬的 就業人口裡面 電子業最高 大概就是五十萬人 因為他一個廠 比如說 現在一個廠 台積電廠 都是一百億的投資 都是上百億美元 上百億美元的 四千億台幣 三千億台幣的投資 他的員工 數有 會超過一千人 對 可是你今天 就一個機械廠 他一億美元的投資 三四億台幣 他可能下面 有一千人 一千個 一千個老公 所以就變成 傳產事實上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他的這個 會造成我們大量 如果傳產失去市場 尤其大陸市場的話 會造成大量台灣的 這個 救援人口的失業 而且是立即的 所以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作為一個負責任 任何一個負責任 政府 一定要跟大陸去諮商 你現在 用這種態度 是為選舉來 這種 不認錯 可是任何 情況 你的重要貿易 對對手 他提出來 你是有貿易壁壘的話 你應該主動請求諮商 然後是不是可以 逐步的把 對大陸這個 兩千五百項 你看它 逐步開放 大陸常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 山東的 離這個 山西的蘋果 比日本的這個 好比韓國好 可是台灣不准 台灣不准進口 對不對 比亞迪說 我的車性價比最高 可是台灣不准 任何日本車 但我們台灣沒有進掉 日本的蘋果啊 對不對 對啊 這就是歧視嘛 除非你說大陸的蘋果 進台灣 你發現說 它有渡額蟲 它有果蠅 你可以進它 可是你現在 連這個進口機會 你都沒有任何理由 你就進了 這是百分之百的違反 國際貿易法 而且這是百分之百的 述違反我們作為一個 WTO會員的義務 應進的義務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行政院經貿代表辦公室 這一篇文章 我不曉得他寫的時候 如果是懂貿易法的人 他怎麼下這個筆 我是覺得 真的 我覺得 我在那個單位待過的 我以前是個單位的 副總談判代表 你離開之後就變成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是有關的 對 我應該留下來 不要讓他們犯這種錯誤 鬼沒用了 好 還不止了 包括這個 我們看到總統府秘書長 林佳龍第一時間也表態 他說陸方選擇在此時公布 就是戒選的一種 直接把他跟戒選連在一起 然後我們的陸委會也說什麼 陸方刻意繞開了WTO的 這個爭端機制 明顯的具有政治目的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民進黨從上到下 現在口徑統一 直接把他跟戒選 跟臺灣被欺負了 不公平等等 把他連結在一起 所以當然這個經貿關係 是兩岸眾多關係的 其中一環 那大家知道像剛剛這個 前線長講的 就是大陸現在越來越強大 那統一的進程 提上了日程 大陸有自己的節奏 所以一開始我們討論到 為什麼這個時機點呢 各方說法不太一樣 有人說其實就是不要再選前一天 降低他的這個政治影響度 那有人說是要提早一個月 來增加他發酵的一個這個機會 當然兩個說法是完全不一樣 但不管如何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大陸 有大陸自己的節奏 其實這些都不在考慮當中 那當然這個ECFA 對於臺灣來講 其實他當年就是一個善意的展現 我們可能在默默不知不覺當中 每個人都享受到了很多好處 你家裡面的這個挑起家中經濟脊梁的 這一位他的工作機會 可能就是在ECFA框架之下所拿到的 薪水也許還不差 支撐了一個家庭 那現在這一切的一切 有可能就在一個選舉當中化為烏有 那現在藍綠兩大黨 最可能勝選就兩大黨 他們對於ECFA的主張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覺得重要嗎 你接受嗎 還有一個辮子沒接防 我們來看看 三位候選人推的兩岸路線 會影響你的投票意願嗎 會 會 因為當然我是比較認同 兩岸一定要交流 或者是甚至有經貿的往來 不管是就學 就業到創業 這個都跟我們老百姓的這個 生活息息相關嘛 對吧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當然不是說一定要去靠大陸 而是說現在在地理上位置 令我們最好的就是他 之前早期是日本啊 可能美國啊 有歐洲啊 現在台灣倡導的 所謂走進東南亞 那我覺得 與其這樣的話 已經有一條路擺那邊 為什麼不去走 那你怎麼看民進黨的抗中保台呢 跟反對服貌 我覺得首先抗中保台 它其實就是一個 本身這個主題 就沒有立基點的一個存在 盡量不要去做一些 比較違背這個啊 就是大家意願的事情 對吧 因為你抗中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做服貌了嘛 對吧 我覺得選前的政策都聽太多了 就是已經 現在每一檔都會端牛肉啊 那牛肉一聽就不可靠啊 而且每個端的牛肉也沒跟你說 這個牛肉的副作用是什麼 啊你其實經過台灣 你經過選舉這麼幾次 我覺得就要學乖嘛 候選人講的話就不能全聽啊 那我個人比較傾向柯文哲的那邊 因為是他 他說他會在有監督的情況下去 跟對岸做交流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 跟對岸取得中間一個平衡點的 這樣子 這樣應該是對台灣是最好啦 三位候選人會的兩岸政策 會影響的投票意願嗎 會 繼續嗎 你是哪一派呢 我覺得有點 有點難 但是現在以目前來說 我會支持民進黨這邊的 那因為你剛才是支持 民進黨的兩岸路線嘛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是怎麼看 民進黨反對福報這件事情 我覺得支持路線跟我 所一開始講的程序這件事情 是兩件事情 就是你不能因為 你的兩岸政策比較符合我的胃口 那你不遵守程序 我也會支持你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回到原始的問題去講 我覺得還是程序的部分 大家必須得要 給任何議題都有空間 但我們只要程序去走 我們也尊重民主的制度 讓代議士去立法院裡面討論 你是傾向哪一派 就是傾向台灣獨牌 對 對啊 就是 不知道 就是 沒有很喜歡中國那邊的文化 跟 就是還是喜歡自由的環境 就是我覺得 維持現狀跟台灣真正獨立 還是有差別的 如果 不要看候選人 以條件來說 我會比較支持 就是以立法去監督福茂 因為我相信我們如果需要 跟大陸往來 他們一定也會需要跟我們往來 我覺得這個是互相 因為我們今天出來工作 其實就是要為了賺錢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賺別的國家的錢 只是說兩岸之間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它如果有正常的交流量 其實是有助於台灣去做發展的 但如果他今天把這個東西全部拿掉好了 完全沒有這個交流 其實對於台灣來說 它是一個封閉的狀態 我就舉例譬如說現在的 假設現在的執政黨 如果他真的跟大陸斷絕關係 其實對於台灣的經濟不見得一定是好事 就像你小時候你麵包跟愛情 你應該會先選愛情 可是當你長大之後 你會發現兩個除了要平等之外 其實多一點麵包 會有幫助於你這個愛情的增長 所以我覺得錢當然很重要 對因為你沒有錢 你要怎麼好好過生活 對我現在這個年紀 跟我現在的生活條件 我會覺得我會選擇 也不是說向前看 只是說我會在中間抓一個平衡 好 佑老師選愛情還是選麵包 我跟你開玩笑 小的時候就是選愛情 長大就選麵包 我想問佑老師的是說 以現在這個民進黨的操作方式 他們當然很會選舉 你覺得呢民進黨撿到槍了嗎 這幾天好像有這個氛圍 還有很多年輕人的論述 他們的論述會這樣 我支持兩岸交流 我支持經貿往來 但是我要支持民進黨 你覺得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就是固定現在我還沒退休 所以都跟年輕人在一起相處 那我覺得我要強調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行政院的發言人 這麼大膽的在40面說謊 我們一定要直接指出來 但是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你這麼大膽說謊 而且你在說謊的過程中 你感覺到你做那種介選的操作是有效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問 這個我們習慣講 就是說所謂的話語權 這個話語權就是順著來講 因為很明顯他說謊 因為按照所有的資料 所有人來講 我自己也講 從40面 從規範面來講 你都不應該影響到我們的心理的層面 所以他們明顯說謊 但是我們要問 為什麼像林佳龍這麼敢大膽的說謊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說謊 而且這個謊言說出來的話 感覺上還聽起來這麼有那麼回事的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這裡面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孟子講過嘛 大事小以人 小事大以智 我們是不是有弱智的現象 我們是不是缺乏智慧的現象 那就問到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年輕人 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很坦白的講 我們現在 我每次上課都必定會找出一段時間來講說 我們現在的教育 我們現行的教育 真的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樣的問題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太強調學用合一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們在整個環境當中 那個有關於精師跟人師 就是說你教他做人 跟他教他學問的部分 是完全分開的 很少人會惹這個麻煩 像我這樣子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來上課的時候講 就是教學生自己的話 要掌握自己的未來 尤其是我在台灣大學教書的話 我們的學生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也算是比較優秀的 那他自己對於自己的未來 都沒有非常在意的話 那你想想看 我們這樣子未來走的還有什麼前途 我自己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說剛剛諸位前輩講的話 對於一個充滿小確信的年輕人來講 我自己做過實驗 我自己做過具體的實驗 因為我住在鄭大的那邊對不對 然後我搭捷運的時候 到信義區裡面去逛一天 走在那邊不用花錢 來回捷運做五十塊錢 自己的話簡單的帶一點零食 就是吃的什麼的回來再吃 回家裡吃飯不用花錢 窮對我來講壓力並不大 所以說你現在唯一讓年輕人覺醒的 就是在教育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呼籲大家要了解 我們教育本身裡面強調的 學用合一 工具理性 科系分別 然後大家都是嘲弄教育 那就不要說是禮儀廉恥了 就是說這個基本上的觀念來講的話 對年輕人來講的話呢 它不是學而已 也不是那張文憑而已 它是要懂一些基本的道理 這個基本道理裡面包含 對你的未來做判斷 所以我覺得說對於年輕人來講 如果說你現在沒有辦法 預見到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是枉費青春 你都對不起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說我當然 我自己也會心裡有一點交集 就是說因為年輕人的取向 在我們這次選舉當中 它佔了一定的比例 甚至是勝負的關鍵 甚至是一個扭轉轉牌的一個主要關鍵 我覺得年輕人剛剛聽到辮子妹 在這邊做介紹的時候 年輕人有他們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講出一套理由 說明清楚 比如說剛剛有一些人的話 他們的想法比較偏向民進黨 他就要能夠回答我們這邊 明顯的事實面跟規範面 民進黨所做的事情 你不能夠說一邊亂講 你不能夠自己跟著講出 一些矛盾的感覺 你自己要非常清楚 你自己未來要什麼 我必須要講 其實我的講法來講 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我們基本上都垂垂勞矣 希望在年輕人身上 其實年輕人本身他最大的優勢 就他不管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都會是你的選擇 所以說我們自己要任命 該任命的是我們 但是我們的絕不放棄 能說話的時候一定要說話 就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和平不是天經地義的 和平是需要大家去努力爭取的 不是這樣子嗎 對 但我要問一下縣長 現在美國西方都修正了 以前是脫鉤 現在不脫鉤只要去風險 對不對 因為脫鉤的代價太大了 承受不起 但我們臺灣現在就是正經雙向脫鉤 不是嗎 這十二月十三號 大陸國泰伴已經說了 現在海際會 海協會兩會的協商聯繫機制 已經全部都停擺了 當我們的海際會有解釋 我們沒有停擺了 你自己一讀不回等等等之類的 但是其實也就是結果論 也就是停擺 政治上是停擺了 那現在眼看著這個經貿上 在這次大選 如果說是賴清德勝選 恐怕也都要停擺 剛剛的我們臺灣的一些損失 可能的一些結果 來賓都已經清楚地告訴大家 所以我還是要回到縣長這邊 我要請教一下 你覺得呢 這個訊息公佈之後 對於這次選舉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該做什麼樣的一個判斷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還有沒有一個兩岸永久和平的機會 我一直覺得和平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就是要讓和平沒有機會 所以剛剛大家講到政治停擺 經濟停擺 文化停擺 交流停擺 將來再來一個感情停擺 全面脫鉤 全面都脫鉤 全面都停擺怎麼辦 大家會講說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在民進黨繼續執政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 民進黨說是和平保台 民進黨就是戰爭禍台 我覺得絕對沒有和平保台 我先要講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過去民進黨一直說 要以我們臺灣為中心 不是以世界為中心 所以以臺灣為中心是什麼 就是我只要騙你 我只要有愚民的政策 你們相信我的 那我們就是永遠神聖偉大的 別人都是錯的 我們可以不依靠別人 所以民進黨每一次在選舉講話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話都不用聽 為什麼 因為都是騙人的話 只是騙人講的那個話比較有技巧 會包裝 我必須還要再強調一點 歐美您剛剛提到的 歐美絕對講說 我絕對不能跟大陸脫鉤 但是當初歐美會有跟大陸脫鉤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造成的 美國告訴全世界講說大陸太可怕了 大陸會傾向戰爭 大陸會侵略別人 大陸會用經濟侵略別人 用軍事侵略別人 用文化侵略別人 所以美國人造成這一個假象之後 全世界都講說大陸很壞 可是後來大家都醒過來了 原來大陸不是這樣 大陸要走和平的道路 那歐美的這一個轉變 其實對臺灣是一個很好的警惕 就是說你不能只以臺灣為中心 更不能以民進黨騙人為主的意 臺灣我最偉大為中心 我同時要再強調一點 大陸的崛起 大陸的自信 跟大陸它的本身的策略 大家都不要去低估它 因為我覺得大陸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覺得驕傲跟光榮 也覺得他們有足夠的自信心 可以做世界上第一強國 我講的不只是經濟上的強國 是文化上的強國跟政治上的強國 所以他們有一個遠大的目標 他對臺灣只是說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希望我們不要有一個分裂的中國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和平然後強大的中國 這我覺得過去也是臺灣人的心願 也是大陸人的心願 我覺得現在不要忘記這個心願 尤其在大陸這麼強大的時候 千萬不要排除在外 也全部不要自覺在外 然後更不要去聽民進黨的 你向戰爭 我講的戰爭不只軍事的戰爭 政治的戰爭 文化的戰爭 經濟的戰爭 都是不同形態的戰爭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如果繼續再走這樣下去 然後繼續去支持民進黨 走這樣錯誤的道路 到最後的結果 就絕對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 因為全世界的態度跟大陸的態度 都跟過去不一樣 好 最後一點時間 我就請趙老師幫我們節目今天做一個總結 我們都說大陸把兩岸統一 已經提上了這個日程 當然這次我們看到貿易壁壘調查也好 EKFA也好 他就是這個整個過程的一部分 那對於臺灣來講 最急迫最重要的 這次選舉到現在為止非常的膠著 你來預估一下 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賴清德 誰勝選會怎麼樣影響到大陸 這個統一提上日程的這個節奏 還有你是不是能夠給 我們現在網上的所有的朋友 一些建議 我們人民的力量很渺小嗎 我們沒有辦法扭轉這種兩岸 可能特別是臺灣 可能會由盛轉摔 經濟從這個繁榮到衰敗 那可能從和平走向戰爭 我們人民沒有辦法扭轉這個命運嗎 當然是 當然是可以扭轉的 尤其是這個民主國家裡面 整個國家未來的走向 當然是握在你這檔選票上面 所以我覺得臺灣老百姓先從後面這個問題 我要建議你善意運用你這檔選票 而且明年是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場選舉 明年全市應該有七七檔選舉 國家 臺灣那檔選舉舉事在注意 我們要自己活在一個大家都很重視這樣 一個政治活動裡面 而這個就用我們這個選票來 那做什麼選擇我坦白跟你講 臺灣老百姓 尤其我一定要給年輕人講 因為未來整個國家是你們的 我們這些都老扣扣 不是我講我老扣 不是講你們老扣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臺灣來講 眼前的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統獨的問題 你從這次EGFA這個事件冒險 現在臺灣的問題是生存的問題 它是一個生存問題 對大陸來講 它可能講發展 大陸一直講發展 對臺灣來講就是生存 你沒有生存是沒有發展的 所以你今天明年這張選票 就是影響你的生存 尤其是影響你民以實為天 就是影響你的經濟 我覺得今年打戰爭跟和平這張牌 對年輕人來講 它的作用性還不如 就是經濟 就是生存 這個是它最有感 我想這一點 至於明年水顯 對你剛剛那個這個 希望你提到的 國民黨和民進黨 其實對大陸來講 它我比較同意 它是按照它的這個節奏來 自己的節奏來走 不會因為你臺灣內部外在環境 不要說你臺灣 甚至你美國而轉移 因為他習近平他的權力 就建立在他的整個內部 他整個發展方向 那有關統一這個問題 我坦白跟你講 這個不是大陸這個擊破的問題 不是那麼擊破 但是你如果 你一定要把它超越過這個紅線 你會讓他不得不處理這個問題 就像李光耀先生講的 任何中南海的領導人 他能夠看到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 他還能夠穩穩坐到那位置 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對大陸來講 國民黨跟民進黨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是大陸它的戰略目標 它不會改變 可是它會把這個戰術上面 民進黨跟國民黨 會影響它的戰術 簡單一句話來講 民進黨如果明年獲勝 會加速他促進統一的這個決心 他認為實不我語 如果國民黨的話 那他就有機會 他對他來講 他認為我們可以慢慢的談 談出一個什麼呢 甚至於談出一個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國民黨上台 他是可以等的 民進黨上來 他實不我語 所以我們手上將選票 我們手上將選票 可以幫台灣爭取到更好的談談表現 時間 台灣不要忘了 生存的時間 台灣不要忘了 我們要有信心 大家要爭這一口氣 你整個國家 我常常用一句話來講 你整個台灣 你跟習 因為他的體制 習近平決定一切 我們是個民主 我們整個台灣 你沒有辦法跟他 這口氣 所以你要 要了解 要了解 這個權力 這個選票 是在老百姓 是在年輕人上面 我現在呼籲年輕人 我現在呼籲年輕人 我現在 趙昂不是喜歡到年輕人演講 我喜歡 不要老是認為老頭 跟年輕人就講不通 我覺得跟年輕人講得非常好 是不是 所以我呼籲年輕人 睜開你的眼睛 真的睜開你的眼睛 老頭子老了 眼睛可會閉下來 你年輕人要睜開你的眼睛 好好運用明年這一票 這一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對對 我真的要呼籲一下 好 謝謝趙老師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談到這個 兩岸壁壘 這個貿易壁壘調查的 一個公佈結果 還有後續關於ECFA的影響 它對於這個台灣的這個經貿 台灣的這個GDP 有巨大的影響 這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今天我們現場的來賓 都仔細把這個帳本 拴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一集呢 可以說是乾貨滿滿 這個節目 本來我們就像兩岸的一些問題 當中的深水區去靠攏 也許有一些這個監測難懂 所以我們很貼心 在網上它有各種版本 有十幾分鐘的 有六十分鐘的 有九十分鐘的完整版 大家請按照自己的需要來選擇服用 那它的首播呢 是星期六晚上的十一點鐘 待會在圖卡當中 你還可以看得到不同的播出時間 還有不同的頻道 那希望大家都花點時間 把功課做好做足 我今天謝謝在線上的所有觀看的同學 也特別謝謝今天來現場的四位大師級的來賓 別忘了我們下週六再會